活動人士說 敘利亞空襲伊斯蘭國佔據的主要城鎮拉卡 死亡人數上升至至少95人 總部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療網台星期三說 星期二對一個工業區 和拉卡博物館附近一個繁忙市場發動的空襲 還造成至少120人受傷 敘利亞人權療網台記錄了敘利亞近四年內戰期間的死亡數字 該組織說 星期二空襲當中的死者包括至少52名平民 該組織並沒有說明有多少激進分子死於控襲